做菜的像做人一样 一定要坚持一手底薪 把一件事干到极致就是教训 烧麦是我们当地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道地方美食 这好了是吗 对 好了 当地人对于烧麦馆的那种喜欢和深深的依恋 是深入在骨子里的 极有煤皮子的效果 还有睡过的丛后 这是一道草小菜 哇 好漂亮 智 色 味 形 气 哑 这六大属性必须坚固 我认为它是一道好菜 现在能够在大草原尝到了大海的味道 我的爷爷把炒托公司交给我的父亲 我父亲又把鱼鸟托公司手把手地传承给我 不光是传承的菜头 而且也是传承的一种情怀 我忘记了